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请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忠臣 主公选择了雾胖子 人家说有一个懂胖子 这个家伙是一个雾胖子 我们选择了年香西域小乔 对不对 小乔这个家伙一谈谈很多牌 但是你要注意这是一个改版以后的小乔 行吧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一局 能不能跟小乔 他就是喜欢跟胖子类的选手在一起 一谈谈一谈 看这一局能不能实现这个梦想 那么香香的话 开局是吧 几个装备 然后来一个鼓鼓风灯 拿了一个装备 他最喜欢的装备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有很多好牌都没拿 拿了一个火锅 主要是什么原因 怕别人拿 倒不说我们多么喜欢这张破火锅 对不对 那么像黄忠啊顺手啊 什么那些锦囊啊铁锁之类的 都被人拿走了 所以说别人的好牌是非常多的 那么香香他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反贼啊 为了一个破装备 没有拿火攻 他其实如果拿火攻 命中了主攻 为团队做次序贡献的话 可能这一局反贼都会记住他 但他呢就相当于是 只拿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装备 然后就没了啥了 但你要注意啊 小桥他有些时候火攻 你如果亮黑团的话 我们是没遮的 因为小桥是锁定没有黑团的啊 那么这一局的话 主攻现在的话 应该其实没有太大的可谈的空间啊 那么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那这个家伙的话是一个大忠诚 然后这个明显的 你不能说是给主攻加血 应该是给香香加血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主攻加血才加了十六分之一 那香香加血的加了三分之一 那能一样吗 对不对 哎呦 真的是打自己的角度啊 相当于是香香本来是激活对象 比如说主攻打得到 就是小桥打得到 黄东就不说了 然后呢 他是吧 又是来属性 所以说这样以来的话 不管怎么样 他们去舍命保香香 应该来讲还是不错的啊 那么王毅的话 应该来讲是属于那种小内奸级别的啊 这个的话 应该是属于小反贼级别的 先这样吧 行吗 那么锁锁连环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就是说这个 如果说主攻掉的血多了以后 要配合天香的话 别人火烧你 你敢不敢谈 要敢谈啊 你要敢于谈主攻 只要排多 火杀是不会触发他的技能的 因为这个是新小桥啊 给你说一下这个新小桥 跟老小桥 是吧 不一样 新小桥的天香 第一下 立即受到伤害来源 对其造成了一点伤害 啥意思啊 伤害来源无论是 九火杀 还是 九九九九火杀 这些 不管是多少点伤害 都改为一点伤害 不管是任意属性的伤害 都改为一点普通伤害 知道了吧 所以说别人即使火杀你 如果主攻排弹得多的话 你就直接弹它 不要担心触发主攻的那个负面剂啊 你弹的话就改为了普通伤害 不会是火属性伤害 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 改版以后的小桥摸这个叉 叉为以损失的体力值 且自多为五 以前的那个小桥 那个那种大胖子级的 那是可以一谈 甚至私底当白的 但这个限定了为五啊 还有就是说 这个你小桥 你说跟胖子级的选手在一起 可能更多的是 存在于理论上 你看这一局 截止到现在 还其实是一个酱油的存在 对 所以说你也不能 对他期望太高 毕竟小桥这个武将 他是属于那种 都没得屁的那种 大家都不愿意选的那种 完了 这个他是属于 把我们破军了 他如果敢于不破军的话 我们朝主公身上一弹 你这个16-12 也怎么的 也是四张牌 对不对 也是四张牌 所以说这个呢 有点可惜啊 好不容易有开A的机会 结果还是被破军了 这就很难受了 那么如果说 比如说 主动作 白者说内奸啊 这个时候去开A的话 也是挺好的 主公截止到现在 没有火属性了 这个很好 谁让你乡前第一轮 不拿火工呢 还再说这句话 你如果拿了 大家都记住你了 是不是 王毅的话 还强行在保黄中 为什么 他要把黄中 作为一个输出手 对不对 王毅他不代表 他一定是中 反正中美都有可能 哎呀 九杀命中 真机还蛮爽的 来了 16-11 五张 到手 但是你别手一抖 选成第二项 体力流失了 那主动要哭就了 那这个一定是选第一项 让他摸五张的啊 那么一个九杀都能命中你 增肌 一个难蛮 再加上我们天香的五张牌 搞你增肌 还不绰绰有余 这个时候 其实相当于 对于我们这一局来讲 我们就属于 开胡了 他有了第一次开胡 我有你有怀疑 后续还会有 更多次的天香的机会 对不对 队友们走起来 怀者说就是 正常的局势走起来 比如A啊 怀者说什么 反正就是走起来 我不管 大军在此 何等细想前进一步 他这个扇子 对于主公的威胁 还是蛮大的啊 他这个家伙破军 容易命中 完事以后 你还送个人头 哎呀 你送的好呀 完事以后 他这个扇子 还容易出火杀 所以说这个王毅的话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往死里救皇中 可能就是忽略了 咱们还有一个小配合 注意啊 还是选第一项 但是最多只能谈五张牌上去啊 因为天香最多只能摸五张 不是说这个主公你十几张牌我不管 但是刚刚的天香 因为这个动作只能给你补五张 但是你说五张的话 相对一般来讲 其实蛮多了啊 你不能说嫌少 对吧 其实相当多了 哎我就说嘛 这个扇子对于主公还是有威胁的 但是有威胁归有威胁 不代表可以怎样 是不是啊 这个应该算是跳内了 啥 那么 不要紧啊 主公这么多牌 他总有一些好牌的 哪怕都是插牌 也有一些好牌 锦囊呀 长距离呀 九杀呀之类的 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着徐胜四滴鞋 好像还死不了 好像还能怎样怎样 还能再给主公 长几个标记一样 那黄东还是有加伤害的呢 主公还有这么多牌起来的呢 来 给主公补五张 我就不用算几张了 反正最多五张 如果说取消这个限制 刚刚能补十张啊 但是这个你不能说你自己取消就取消的啊 这是要符合游戏 你毕竟是新武将 是吧 小乔其实是新武将 只不过大家玩的比较少而已 那么这一整局下来 其实通关一整局啊 我们赚到了 这个时候王毅放弃了啊 他其实该放弃就咱们不管 但是我们就算我们自己 其实通关一整局下来 其实还是赚到了啊 但是就是这个壶开得太慢 开得太晚 你有些时候没有耐心 你甚至都等不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 既然是开壶了 用到了 咱们就高兴高兴 分享分享 是不是 把愉悦的心情分享出来 大家一起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轻松一点吧 四号位的大反抵 至少你上局忠诚是吧 你有些时候 你不见得能打得赢啥 反抵能赢的几率 肯定是要高些啥的 所以咱们选一个 还是改日吧 那么东允的话啊 魔防很高 物理防御 就是别人出杀这个 不非常非常一般 但是魔防非常的高啊 比如说这里边 你的曹操 是不是有一些 A会重复的开啊 什么之类的 乱七八糟的吧 你流程如果要战绝我们的话 我们拉你的 拉你的对尔下水啊 反正这个魔防 还是非常高的 期待一下 那么曹操的话 开局丢两个杀 啥都没搞 好像比较低调 当然他这个武将 也有偏内的风格 那么流程的话 不管了 我战绝你 我不敢搞 最起码先投你一刀 还是改日吧 最喜欢开无中了 这一个无中下去 基本上就是四张牌 那么忙了一下 远位的诸葛科 然后呢 再开一个 他这个地方就开始 没有说再给流程了 一来的话 流程如果要去战绝的话 有些牌是要浪费 主要是给他去防御 或者是本身属 比如说锦囊啊 或者说出杀啊之类的 但他觉得 还是分散一下 好吧 那分散一下就分散一下 但只要曹操是反对 那绝对我们是不归的 那这个时候一个A 然后一个朝下独武 应该来讲 就是远位的忠诚属性 是比较高的啊 刚说什么来着 魔防比较高 就开始有人来A了 A1A2一直这样搞 我们相当已经 还是改日吧 两次了啊 完了 这有蓝蛮做撑腰的话 阿妈阿狗都感觉到诸葛克啊 这个也是蛮拼的 这个家伙 他是不是有很多技能没发动啊 那你技能都没发动 就结束了你年轻的生命 我只能说死的 我神转着 我以为他是反对 你知道吧 他这么一个 他是中人的话 我肯定立马开口呀 对不对 我直接说死的好 打的有少 但是要小心 曹操有一 还是改日吧 他这个地方还是强情去改日那个 诸葛克了啊 但是你要知道 死的是一个忠诚 其实是有四个反对的啊 你看 这个诸葛克的话 其实也不好说 因为曹操有点像内奸 曹操之跳的是中内 对不对 他这个地方估计是先手印象了 就把他当成一个忠诚了 行吧 我们正常的改日吧 那就该咋样咋样呗 闪 诸葛克其实没有打我们啊 但当时我们是有沈佳怡的 还有就是说 这个如果说曹操 曹操 这父子俩是怪人的话 诸葛克还很有可能是好人的 但是我们保不住他了 没桃 包括当时孙姿直接死 都是没桃的 当然有桃就不就另算 反正没桃 好了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包养牛的话 最喜欢队友出现那种 比如说三血两排的 哎我去这话说得早了 刚说三血两排就这样了 那这样你来的话 你不得不承认啊 其实 你说我们防御度不强吗 我们就乱世活得好好的 说明是魔防起到了作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只剩我们两个人的话 主城故城 死敌备战 你朝职啊 一大杯黑牌你不能给我出 但是红牌你可以出 比如说这个火攻 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帐八 注意他那个这个潜规则啊 朝职如果要潜人的话是 此阶段内不能使用和打出 与此牌颜色相同的牌 比如说朝职如果拿黑去潜的话 你朝职是不能出黑牌的 但是你帐八可以出无色沙 或者说红沙 所以这轮是没有潜啊 因为外边没有装备 必须外边有装备 跟外边的装备颜色相同嘛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主城故城 死敌备战 让你不能随便便出黑牌 你其他的如果出不了的话 直接潜了你 还要视为砍一刀 对不对 在八地步出牌以后还要砍一刀 配合这个麒麟弓还设个马 挺爽的啊 那这个地方啊 你也别说小包养或者是什么了 有包养就是有包养 如果完全没有包养 我们知道 朝职是由表师属性的 再次强调啊 这个朝职可能基本概念不是那么清晰了啊 他只是潜了你的黑牌 你杖八可以排无射杀了 甚至红杀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有包养就是有包养 你朝职本来就是屌尸级的武将 但你这一局遇到了冬云 并且只能跟我们并肩作战了 其他队友都死掉了 那么我们最终肯定打下来了 为什么不打下来你不会投资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这一局 对吧 我们对于他的资源 就是资柱的资 圆柱的圆 还是够的啊 还是够的 所以说呢 他这一局还是有点发挥的啊 就是频繁的去浅 我这一次你侥幸出了 你下一次不能一定侥幸能出 你啥时候不能侥幸出的话 捅你一刀 思维补一刀呢 捅你一刀的话 什么关键的装备还被我麒麟宫射了 所以说朝职本身作为屌尸武将 这个是没错的 但是东宇已经不在 已经是近身一线或者是准一线了啊 所以说他这一局就遇上了 然后呢 综合下来还是不错的 两个人并肩作战 是吧 一刀打多呀 或者说不管怎么样 反正把他拿下了 那么这一局的话 ADD局号称别人家的武将 那么你一旦看到神势马 你首先就要想到别人家的神势马 别人家的神势马是怎么样的 连破连破连破呗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他这个神势马特色 他其实赚八斤的脚气连长 还没有那种连破一连破二连破三好看 所以说这是他的特色 咱们就看一下这一局应该来讲 一个狠一个神回头 要不然主公可能走不过这个乱舞了啊 还行至少走过了 哎呀还好主公自己配合一个 走过了 走过以后我们就有机会了 我们有机会的话 注意这个时候啊 场上是比较残的 你知道吧 场上是比较残的 你是极有可能捡人头了以后 又博新的机会的 天知道 他这个地方不管你小乔什么身份了 不管说你给主公补了多少张牌 或者说你选出来是想干啥的 连破再说 你看这 渐渐七八 这有一个无限正好先用上啊 只要有人倒了 场上一倒了 你左侧暂时不倒都没事 等会搞死你 还说不定更连破 退一步 海阔 天空 但是讲到你 你解锁该重铸重铸啊 你直接丢掉这个什么鬼 是不是 该怎么样怎么样啊 他这个地方可能有点点啥 有点小激动的感觉 你发现了没 就说你看 哎呀玩个神思马 还能玩个连破 多爽 但是你该干啥干啥 比如说你切锁该重铸重铸 装备该挂挂 挂装备有什么好处 连破的时候去制衡 你要想清楚 到底是忍重要还是牌重要 你当时肯定还是学为牌重要的啊 所以说少制衡了很多牌 注意他那个家伙有玩杀啊 他有玩杀 所以说你这个桃子不是给主公留的 吃桃子就斩人斩不多了 应该是这个意思 那么不管怎么样的话 这个 虽然说他有玩杀 但是他如果打不下来的话 我们赶紧过牌 找输出 找锦囊 红锦囊之类的 也到时候时间长了 还把他给给给给给 把主公拿下的啊 对就这样 过牌嘛 是吧 但这一局啊 主要还是说那个连破 连破连破连破 并且我们是从底层爬上去的 他真的是从最底层爬上去的 甚至他一度都要死 然后呢 爬爬爬爬起来了 然后爬起来了以后 就从一个连破开始走向另一个连破 然后逐渐逐渐走向胜利 所以说 结束到这里的话 你就会发现 本期的视频其实已经结束了 提醒大家关注一下 坤姐的战旗直播啊 在战旗直播平台搜索 主播列称 湖北张坤2018 好的 谢谢 大家